平日白天也有不断人流 人潮就是前潮还真的所言不假 因为大型建商最新要开卖的预售案 竟然开出一瓶一百万 大型上市贵公司在三重新建案开架 在网路上引爆讨论 因为连三重都标到百万价格 让不少人惊呼惊呆了 有听说但是没有听到这个数字 有点差乎预期的数字 有点太夸张了 三重因为这边只是捷运 然后生活机能其实还好 捷运三重站一站进到台北车站 而且临近新北大都会公园 陆续还会有百货的进驻 而如今新案已经来到了单品 百万已经畅下了区域行情的新高 根据数据显示 捷运三重站周边历年房价 平均预售实价行情 近年从单品五字头来到七字头 三年涨幅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但又破新记录 实际询问建商回复 目前开价单品的确是一百万元 不过之后还会做调整 确切价格以及完整流程 预估下半年第四季才会公开 其实新北市近期有不少的区域 新案单价已经来到九字头 甚至破百万元 主要还是因为台北市的房价 外移的效益 也持续影响到新北市的第一环 尤其是三重 近几年来由于有重划区域议题 所以本身机能性相当卓越的情况之下 其实新案的价格 如果有品牌建商的加持 都会创下这个区域的新高 今年北台湾房市走二八档期 推案预估量达到2619亿元 创下统计以来新高 其中百亿以上个案就多达八个 这波房市匡热似乎还没结束 东森财经新闻政治委邱小倩 台北报道